大家好,我是大鹏,欢迎收听,更欢迎你加入说中文播客,Come on! 欢迎收听说中文播客,也欢迎今天快问快答的参加者,怎么样紧张吗? 好紧张,特别紧张了。 那你先来做个自我介绍吧,介绍过后你就会紧张了。 好的,你好,我叫张丽威,我是泰国人,在南洪帕龙的东北方。 很高兴认识你,不用担心,因为今天的问题都不会很难,规则就是你听到我的问题以后,只要做出快速的回答,还有简单的回答就可以了。 如果你不知道用中文怎么说的话,也可以用英文,或者是也可以用你的母语泰语来回答,之后呢,我会找一找它的翻译。 好的。 嗯,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的,好的,第一个问题,当提到中国时,你最先想到的是什么呢? 嗯,最想到的是长城吧。 长城,好的,第二个问题,你为什么学中文? 嗯,为什么学中文?因为我对中文有感兴趣吧。 嗯,第三个问题,在很多人面前唱歌和在很多人面前跳舞,你觉得哪一个更让你尴尬? 嗯,唱歌吧。 唱歌更尴尬,好的。 对。 下一个问题是,每天早睡早起和每天晚睡晚起,你是哪一个呢? 我是早睡早起。 不错不错,接下来一个问题是,一年有365天,对吧? 嗯,如果你可以选择一年的365天,全是冬天,或者可以选择一年的365天,全是夏天的话,那么你的选择是什么呢? 我选择全是冬天。 这个答案我想到了。 好嘞,接下来一个问题是,圣诞节就要到了,你最想收到的圣诞礼物是什么呢? 嗯,我先收到了,什么呀? 钱吧。 钱? 好的。 接下来还是和圣诞节有关的问题,你相信真的有圣诞老人吗? 我先信真的有圣诞老人。 好嘞,最后一个问题,2023年马上就要结束了,你对自己在2023年的生活、工作、学习各个方面觉得满意吗? 嗯,对,学习很满意的。 生活呢,怎么样? 生活也很满意吧。 工作呢,怎么样?满意吗? 工作,我没有工作啊。 还是学生,对吧? 对,还是学生。 哦,那爱情呢,怎么样?满意吗? 爱情很满意的。 好,健康满意吗? 健康,不满意的。 那都满意了,没有不满意的事儿,对不对? 没有,我是很幸福这人。 太好了,太好了。 希望大家可以听到你的声音,还有听到你的故事以后,能迅速提高他们自己的幸福指数。 好。 好嘞,刚才我还有问到你圣诞老人的问题,你说你相信有圣诞老人? 圣诞老人是圣诞节的象征,对吧? 那我想问,在泰国圣诞节是很重要的节日吗?对泰国人来说。 对泰国人来说是吧? 嗯。 我觉得不是那么重要,但是到圣诞节的时候,他们也很,他们就什么呢?很想快到圣诞节。 很想过圣诞节,对吧? 哦,对对对。 那今年的圣诞节,你打算怎么过呢? 我打算跟朋友过圣诞节,去拍照啊,去好吃的东西啊。 打算吃什么? 嗯,吃蛋糕吧。 吃蛋糕。 奶茶。 喝奶茶,拍照,去漂亮的咖啡厅。 对。 好的好的,很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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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啊,然后你刚才说你想收到的圣诞礼物是钱,多少钱? 嗯,一百万的。 一百万?美元还是泰铢还是人民币啊? 美元,当然是美元。 美元?哎呀,如果是一百泰铢的话,我可以送给你,但是一百万美元太多了。 那就是一百泰铢吧。 一百万美元太多,好好好,那你还记得上次圣诞节,就是去年圣诞节,你收到什么礼物了吗? 哦,衣服吧,我妈妈买给我的,很漂亮。 我爸爸买了很多很多好吃的东西,我弟弟给了我项链去吧。 脖子上带的小链,对吧? 对,对,对。 那你呢,你都送给了爸爸妈妈还有弟弟什么礼物呀? 有送给他们吗? 我都送给他的是衣服,因为我喜欢买衣服。 哎,你买衣服是喜欢在网上买,还是喜欢去商店里买? 我在网上买的。 网上买,shopee对不对? 对。 好了,我还要问你,一年要三百六十五天,如果全是冬天,还是如果全是夏天的话,你会选择哪一个? 你说是全是冬天,你很讨厌夏天吗? 嗯,我不喜欢夏天,因为泰国很热了。 那你在的城市现在大概多少度呀? 如果是早上应该是二十度,那如果是中午应该是三十度到三十五度。 三十度到三十度很热,对啊,对啊。 那你打算去哪里过冬天呢?如果可以的话? 嗯,什么地方都可以,如果有雪。 只要有雪都可以,对不对? 对。 好,那欢迎你来中国了,最近我的家乡下了很多雪。 去中国。 欢迎欢迎,还有你说你是早起早睡的人,那么早上你每天会几点起床呢? 嗯,我早上六点就起床了。 嗯,这么早? 因为我的学校吧,很远,我要早起床。 嗯,那从家到学校大概有多长时间了? 嗯,如果坐车的话就是三十分钟,但是如果骑摩托车的话就是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哇塞。 对。 怪不得你早上六点起,那你有时间吃早饭吗? 当然有时间吃早饭,要不然妈妈对骂我。 那几点下学呀? 嗯,四点。 四点下学,然后坐车或者是坐摩托车回家,大概五点对吧? 对。 吃完晚饭,休息一下,几点睡觉? 嗯,十点。 很健康的生活。 对,很健康。 对。 还有我刚才还问到你,唱歌跳舞你觉得哪个更尴尬? 你说是唱歌,那意思就是说在别人面前跳舞的话你不会觉得那么尴尬了? 对,不会觉得那么尴尬。 因为你跳舞跳得很好,是吗? 不是。 其实如果是跳舞就可以随便跳吧,但是如果是上歌不可能随便唱。 那你觉得你唱歌唱得怎么样,好听吗? 嗯,很差。 那你可以给我们唱两句泰国歌吗? 不能,不能。 看来确实是很尴尬,你说的是真的啦,我相信你啦。 嗯,好的,刚才还有问什么问题来着。 对,你为什么学中文,你说是兴趣。 哦,有感兴趣,因为我妈妈说如果我可以学习汉语的话, 她觉得我会去中国吧。 以前我觉得汉语不是那么难,但是我现在不是那样的。 嗯,现在你觉得很难,对吗? 对,很难,太难了。 太难了,但是你说的挺好的 谢谢,我会努力的 你说的很好,我都能听得懂,发音也不错 而且可以运用的词汇和句型都还挺丰富的 加油吧 谢谢 明年怎么样,学汉语有一个目标吗 学汉语的学生要行那个HSK 你的目标是HSK几级?六级对不对 五级 六级太难了 下次了,明年五级,2025年六级,好吧 好的,如果你考到六级的话,一定发邮件告诉我,好吧 好的,我会发邮件告诉你 对了,我想问,那既然是中文是你的兴趣的话 那也就是说,你的专业不是中文了,对吧 可以问你的专业是什么 我的专业是汉语专业 汉语?汉语和中文不一样吗? 一样的,他们都是一样的 你在跟我开玩笑,对吧 好了,好了,这就是我为你准备的这次快问快答的所有问题了 其实还是有一点难度,但是你都可以回答的上来,说明你的汉语还是真的挺不错的 希望下次你还可以来做客 顺便听到你更好的消息,比如像是有人送了你一百万美元作为礼物 或者是你得到了HSK六级的资格证 好的,好的 或者是下次来唱歌给我们听也行 哦,不要,不要了 好了,好了,那最后你还想和我们的听众或者是和我说些什么吗? 快圣诞节了,还有快过年了 我想祝大家新年快乐,拥有健康的身体 赚很多钱 还愿你的节目很有多人险上加 有数百万关注的人 谢谢你的祝福,我很喜欢 好了,对了,最后感谢每位说中文播客的听众 还有我们的会员们 圣诞快乐,新年快乐 我们下期再见啦 再见,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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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